幸好補好氣血後身體好很多 在駝第二胎的時候完全不辛苦 好好胃口 又沒暈又沒嘔吐 每天都很精神 大家好 我是汪林Irene 我想很多人都在10月初五時認識我 但我已經很少在螢幕出現 最近出席了一個活動 有不少朋友都問我 這麼多年來 你的樣子都沒怎麼變 你怎麼保養 其實我20多歲的時候都很怕冷 手手腳腳還是冰的 所以經常都是臉青青 冬天的時候更加要穿很多衣服 但貪嬌的我有時會喜歡穿短裙子 所以經常都很容易攝傷 都知道自己血氣不好 身體差 但一直都沒有理到他 到了我30多歲駝第一胎的時候 問題就出現了 又貧血 又染色 又頭暈 又免色瘡白 之後才知道駝嬰兒 就千萬不能忽視要補氣血 因為嬰兒需要在媽媽身體裏取營養 想不到影響是這麼大的 我就知道真的要好好地補身 有朋友就介紹了我吃草基金鑽松草 吃了一個半月就已經覺得精神了 除了在晚上睡眠質素好很多 臉色更明顯紅潤了 連皮膚也有光澤 精神好了 壓力自然沒那麼大 還有就是改善到我從小到大 手腳冰凹的問題 現在手腳腳還是保持暖 所以我一直都保持吃草基金鑽松草 中間也有轉過其他補充 但始終覺得草基金鑽松草是最好的 幸好補好氣血之後身體好很多 在駝第二胎的時候完全不辛苦 好好胃口 又沒暈又沒嘔 天天都很精神 那時候才知道原來養好身體 是這麼大分別的 真的要全靠金鑽松草 生完之後身體復原得很快 亦都沒有脫髮 現在一打二都沒問題 照著它們還有精神做自己事 打你在家 草基金鑽松草除了松草之外 還獨有加入黑松露 松草本身就可以補氣強肺 而黑松露就可以補血活血的功效 可以加強血液的帶氧量 令身體的血液循環得更暢順 松草可以補氣 黑松露就可以補血 加上就可以做到氣血相補 令身體的氣血運行得更充足 改善到臉色蒼白 意固 手腳冰凍 有黑眼圈 異病等等的問題 草基金鑽松草性質不和 補而不操 基本上所有體質的人都適合 在曼寧就可以找到她 非常推介給所有女性的朋友 大家不妨買多一盒 和媽媽補一下氣血吧